James Webb 诌仑空 abrazil experiment 我們突然發現 應該應該重新寫編書 說《最終 unto throw space waves》 James Webb Telescope 已排出六宗精彩 於是在大幅度 penguin 後一萬年 剛剛為不忘遠近的發現 揭示了宇宙在大爆炸之前就已經存在的事實 這無意打破了人們普遍認為的宇宙從無到有的觀念 大爆炸理论 这个曾经被试为解释宇宙起源的唯一途径 如今面临严峻的挑战 宇宙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大 更古老 这些新的启示让我们对宇宙的认知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那么 这个宇宙是如何产生的呢? 所有的星系 恒星和行星 这些构成我们宇宙的无数天体 是如何从无到有 有少变多 最后形成这样一个浩瀚而复杂的宇宙呢? 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加莱道雄对此有着深入的研究 我们现在一起探索这个揭开真相的旅程 共同深入研究大爆炸理论 并解读为薄望远近的最新数据 如何与现有的理论相矛盾 加莱道雄对于这个无边无际的宇宙中的大爆炸的理解 提出了一个长期以来萦绕在科学家们脑海中的问题 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开始的? 大爆炸理论虽然已经解释了关于宇宙的多个问题 将我们的视线引向了遥远的过去 但是关于宇宙早期的一些关键问题 我们仍然所知甚少 今天 我们透过微薄望远近看到的一切 认为都是源于一个极其微小 却又拥有无尽热量和密度的起点 科学家们称之为大爆炸前的起点 这个起点 就像一颗种子 蕴藏着无尽的生命力 它从无到有 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膨胀 最终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见的宇宙 当然 除了大爆炸理论之外 还有诸如震荡宇宙理论和稳恒态理论等 其他理论试图解释宇宙的起源 然而 这些理论并未能像大爆炸理论一样被广泛接受 根据大爆炸理论 宇宙中的一切都是在137.7亿年前形成的 这个结论是由美国宇航局的威尔金森维波各项异性探测器和普朗克航天器共同得出的 这个精准的数据 为我们揭示了宇宙的年龄 让我们对宇宙的认知更加深入 然而 尽管取得了许多进步 但对于宇宙的起源 我们仍然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 大爆炸理论虽然回答了许多问题 但却未能回答有关孕育宇宙的一系列事件 以及我们所知的一些关键问题 这些问题仍然像谜团一样 等待着我们去揭开 不过我们清楚的是 大爆炸所释放的能量是极其巨大的 氢弹的中心温度约位于亿摄氏度 以每秒300米的速度在空气中移动 而相比较之下 大爆炸的温度高达1000万亿摄氏度 以每秒3亿米的速度在空气中移动 这样的极高温 极高压情况 比氢弹的威力要强大100万倍 速度也要比氢弹快100万倍 现在我们来构建一个宏大的史诗般的宇宙时代阶段 追溯至那些远古的纪元 描绘出宇宙的诞生和物质的出现 从那神秘的原纪元开始 我们踏上了这段旅程 在这个阶段 时间和超级力量交织在一起 为统治我们宇宙的所有力量铺设了道路 开始 我们进入了一个大产生时刻 宇宙诞生后的短短10到36秒 仿佛一部壮丽的史诗在上演 强悍力分裂的瞬间 宇宙经历了一场以爆炸性扩张位标志的爆炸史诗 在这一时期 宇宙经历了戏剧性的增长 迅速从一个微小的点扩展成为我们今天所见的浩瀚无垠 随着时间的推移 电弱史诗接过了指挥棒 这一阶段的特征是电磁力和弱力的分离 以及宇宙的持续冷却和膨胀 此时 夸克史诗阶段来临 宇宙仍然充满了阻止亚原子粒子形成的热量 但宇宙未来的基本组成部分已经存在 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接着是宇宙创世纪的最后三章 强子纪元 轻子纪元和恨纪元 在这个阶段 宇宙已经配备了必要的成分 见证了夸克的诞生 以及质子和中子从中出现的基本单位 这些粒子最终结合在一起 诞生了原子 这一物质本身的基本组成部分 虽然大爆炸期间的事件已经被我们所了解 但科学家们真正感兴趣的是在大爆炸之前发生的那些事件 他们认为 在大爆炸之前不存在空间 是爆炸创造了空间来扩展 并实质上催生了宇宙 为了重建宇宙导致大爆炸的事件 科学家们多年来一直在努力 他们的探索之旅就像是在一片未知的海洋中寻找宝藏 希望从中找到关于大爆炸之前宇宙起源的线索 事实上 科学家们早在粒子加速器和大型对撞击之前就开始了他们的探索之旅 他们的追求不仅仅是为了解是我们的宇宙 更是为了揭示它背后的更深层次的意义和真理 根据物理学家的观点 空间中的巨大物体弯曲了时间 减慢了时间的速度 在宇宙诞生之前 爱因斯坦的理论指出大爆炸容纳了世界上所有的质量 使时间完全停止 那么 我们该如何按照爱因斯坦的模型来探讨大爆炸之前的事情呢? 事实上 大爆炸之前并不存在时间 这个观点直接违背了物理学中的一个基本定律 即因果关系 那么 像宇宙诞生这样重要的事情又怎么可能自动发生呢? 霍金对于大爆炸之前存在的事物有着独特的想法 他主张 普通的时时时间被虚数时间所取代 他引用欧极理德方法 假设宇宙在虚时间中的历史是一个四维曲面 类似于我们星球的曲面 霍金通过假设虚时间中的虚时间开始的一个光滑点来解释他的观点 在正常物理定律成立的时空里 大爆炸之前什么也没有 然而 大爆炸理论多年来确实存在许多漏洞 1965年的许多发现也证实了这一点 在20世纪初 埃德温 哈勃就使用一种特殊技术来测量到天空中遥远物体的距离 他的发现震惊了科学界 证实了光谱红一现象 这些天体正在远离 证明宇宙总是在膨胀 即使有大量证据支持大爆炸理论 科学家们仍在寻找宇宙起源的另一种解释 因为他无法回答关于有关宇宙起源的最基本问题 在探索宇宙的起源之路上 科学家们以大爆炸理论为指引 发现了夸克 然而 这个理论在某些方面仍有难以解释之处 于是 量子宇宙学应运而生 在1981年 这个观念首次在宇宙学家中传播开来 引发了一股研究热潮 两个光子 想象它们同时踏上了宇宙的征途 一个向北进发 另一个则向南 理论上 由于它们的旅程不同 这两个光子应具有不同的属性 然而 出人意料的是 它们都以相同的温度发射宇宙为波背景信息 那么 这两个光子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爆炸量子宇宙学理论给出了答案 他认为 在宇宙的某一时刻 整个宇宙紧密相连 并以相同的温度存在 宇宙在大爆炸后的短时间内成指数及膨胀 这一理论的诞生 也为起点问题提供了一众解决方案 科学家们认为 遵循量子物理学的原理 宇宙本身是由量子掌握形成的 量子物理学将宇宙的形成 与真空的不确定性联系起来 在这个观念下 真空并不是空无的 而是充满了不可预测的变化 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表明 所有的场值在真空中都处于不断的变化中 然而 在这个广阔的宇宙中 有些东西却是永恒不变的 以灵能量宇宙假说为力 根据这个理论 任何时刻的能量总量都为灵 也就是说正能量的力量与负能量的力量相互抵消 这一理论意味着巨大的膨胀力催生了宇宙 而这个宇宙一定被一种负力所平衡 那么 这种抵消巨大力量的力量来自还处呢? 根据这个理论 那就是引力的作用 恒星和星系的正力是由引力场平衡的 这个观点被霍金完全接受 然而 这个看似完善的理论也有其矛盾之处 比如 为什么在真空中的某些东西会拥有大量的负能量 有趣的现象是 当恒星体积越小 一旦负引力超越正引力 引力就会越发强烈 据此观点 恒星自身塌陷形成黑洞 这表明事物无法从虚无中产生 甚至虚空本身也与真正的虚无有所分别 然而 在这个表面空旷的广阔空间中 虚拟粒子如闪烁般存在和消失 这些微小的粒子短暂的存在 使得物理学家哈希米尔在1948年预测 两块置于真空中的镜子会相互吸引 那么 宇宙从无到有的概念又如何呢? 这个从真正的虚无中出现物质的想法 与这个领域的基本原理相冲突 那么 如果不是大爆炸量子物理学理论 宇宙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虚空的随机量子波动 预示着创造的黎明 在这种波动发生之前 宇宙存在于 虚无之中 这种广阔无影 空无一物的时间是我们无法预测的 因为在大爆炸之前时间并不存在 这种随机的量子掌握引发了一系列事件 催生了整个宇宙 然而 当我们深入研究这个宇宙传奇时 问题便接踵而至 是什么催生了这种深刻的量子掌握并催生了我们所知的生命呢? 如果它是随机的 那么它再次发生的机会又有多大呢? 科学家们都知道 万一随机的量子掌握确实发生 促使宇宙爆炸并再次扩展 它将消灭我们所知道的生命 在这些困惑之中 科学家们发现了一个更为令人困惑的问题 那就是是否只有一次大爆炸 或者可能是一连串的爆炸事件催生了多个宇宙 证据暗示平行宇宙的存在仍有待提出 科学家们得出的结论是 即使这样的宇宙确实存在 我们也看不到它们 我们无法观察到它 因为所说的宇宙将由它自己的一组常数构成 在这一充满不确定性的领域 有些因素却始终不变 比如光速或是中子的电荷 这些物理常数 如同宇宙中的坚定基石 宇宙的存在与这些数值的微妙平衡相关 假若存在多个宇宙 却无法触及 这些我们无法观察到的东西 它们真的存在吗? 加莱道雄在最近的BBC访谈记录片中 阐述了他对宇宙大爆炸的独到看法 作为这名理论物理学 未来学家 他一直在研究宇宙起源的奥秘 他反对 从无到有的观点 这种观点在大爆炸理论中广未流传 加莱道雄解释说 宇宙的起源完全取决于如何解读 无 他指出 无有两种形式 一味绝对无 即没有时空 没有一切 二为所谓的真空 只是没有物质存在 加莱道雄强调真空并非空虚 而是充斥着能量 他进一步指出 能量在形式上会发生转移 甚至在某种情况下 真空内的能量可能会发生转变 用他的观点来看 宇宙是从一种无序的有序状态演变而来 他的理论不仅令人震惊 而且对物理学最基本的概念之一 宇宙膨胀的大爆炸理论提出了质疑 他的理论与后期提出的宇宙膨胀理论紧密相关 1970年代和80年代初 科学家们发现 宇宙在早期经历了一段指数膨胀期 大爆炸后仅持续了几分之一秒 为了解答大爆炸之前 某些东西的存在这一问题 彭罗斯提出了一个新的想法 他指出 为了避免宇宙成为另一次大爆炸的前状态 一个宇宙诞生了另一个宇宙 而前一个宇宙对于下一个宇宙来说可能无限小 这一理论为我们揭示了宇宙的命运 和宇宙膨胀理论所提出的平行宇宙的存在性等未解之谜 然而 这一系列问题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解答 膨胀物理学理论为我们揭示了一扇通往众多爆炸与多元宇宙的大门 量子理论向我们揭示了它的本质 在这个背景下 加莱道雄倾向于另一种物理原理 显理论 显理论预测存在大约十个宇宙 这一预测为理解平行宇宙提供了新的视角 然而 几乎所有解释宇宙创造的理论都受到质疑 大爆炸理论虽然被广泛接受 但它无法解释宇宙创造的某些方面 每一众理论的提出 为我们揭开生命的奥秘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但每一众理论也都有其自身的复杂性 揭示了人类理解的局限性 然而每一次突破 都为通向无尽之时的前沿增添了新的认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